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考虑用电和其他空间等因素 比如400瓦的闪光灯跟400瓦的常亮灯 用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这个就是问的是闪光灯和持续光灯的区别 有的时候我们持续光灯的400瓦 可能远远超不过闪光灯的亮度 其实这个可以做一个试验 就是拿400瓦的闪光灯和400瓦的持续光灯 各自排斥一招 大家知道正确的亮度了 当然有的卖家会说 我的持续光灯60瓦 标的60瓦 但是呢它的亮度可以达到100多瓦200多瓦 真正那么忽悠 所以你就觉得两个灯泡或者三个灯泡就可以到达400瓦了 其实还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他们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呢 持续光灯对我们来说可能价格非常的低 所以这个就误导了大家 不是价格低的东西 就是更入门的东西 就很多刚刚学习摄影的人说 我是刚刚入门的人 所以呢我是不是就买点便宜的买点持续光灯进行拍摄呢 然后以后再换闪光灯呢 其实这个跟这个价格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在摄影里边我们作为产品摄影师啊 这个持续光灯和闪光灯是都是很经常用到的这种灯 根据你不同的效果呀 不同的这种光圈啊 景深呢 我们用到了不同的灯具 而不是什么呀 而不是区分你专业不专业 所以这个闪光灯和持续光灯 在你看教程的时候 这种曝光思路都是通用的 所以不要局限于你是入门级 我必须用便宜的 我是专业的 我必须用贵的 这个从来没有这个说法 但是为什么很多摄影师选择闪光灯呢 因为闪光灯有很多的配件 这个瞬间发出亮光的时候 这些配件能够控制光的方向 光的大小 而持续光灯可能就是做不到 所以这个片子稍微发柔一些 所以对于闪光灯的控制 对光的控制 这是摄影师们力求的一个标准 就跟我们玩这种单反一样 越高级的单反 越专业单反 可能它的手动控制越多一些 可能闪光的功能越少一些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600瓦的闪光灯 可能跟两个300瓦的闪光灯在一起 在不考虑灯光照射面积 用起来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呢我们最正常搭配 就像我不说别的摄影师啊 小九来说最喜欢的搭配呢 就是有一个600瓦 然后剩下几个可能400瓦 因为作为主光来说 你可能要亮度高一些 因为你可以控制这个灯光 比如你是600瓦的灯光 你后边可以调整功率 这样的话你可以调整到300瓦100瓦 这个你都可以调适 但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个300瓦的灯 你怎么可能调到400瓦500瓦呢 所以呢我觉得亮度高一些 可能你更能控制它的范围 我们再配两个300瓦了 这样的话它的300瓦 同样的可以控制它的功率 可能就不需要那么亮了 一个主灯够亮了 剩下的都是辅动器作为补光用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说起什么作用 也不是说必须 你也可以三个瓦数一样 也可以三个瓦数不一样 这个是这个灯光也好 这个相机好 你都是可以控制这个功率的 然后他又说查过什么亮度啊 什么压力压强收力面积关系 不知道这种对比对不对 其实对于小小来说 这些词根本就没在乎过 因为小小也不懂这些东西 灯嘛就是闪就可以 所以我们在选购灯具的时候 第一点就是要什么呀 色温稳定 就是于你三个灯的话 你不要说这个色温和这个色温差的很大 这样的话你拍出来 这个光线是花的 而我们第二个选择 就可能散热会好些吧 因为有的灯光散热啊 一开这个散热功能 就是特别的响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它的页面的操作是否方便 当然剩下的就是 看你这个外形喜不喜欢了 所以没有那么多专业的术语 什么流明什么的 这个说实话小九也不懂 小九也不懂 所以说有了光源 哎就可以拍照 所以大家在看小九教程里边 会用到什么呀 什么手电呀 呃台灯啊 阳光啊 这些都是光源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控制光源 不是说我们买了多贵的器材 然后你就能得到多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不成比例的 因为很多呃淘宝的卖家也好 呃都是这样说 我买了最好的相机 买了最好的灯具 可是为什么还拍不出来呢 所以这就不是器材的问题了 所以呢 大家就通过教程 好好学习吧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 这是来自于爱无邪的这位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 非常想拍出那种清晰的 而且没有反光的那种图片 然后呢 而现在拍出来的效果有点灰 有点模糊 请教九哥怎么拍出不反光 而且清晰的图片 然后呢 他随从发来了三张他拍的照片 我们可以通过屏幕上 可以看他拍摄了一个红色的皮包 然后呢 也发来了他的曝光图 通过他的问题呢 小九就能知道 他没有好好的去看以往的教程 因为在以往教程里面 有一个拍皮具的 一个拍包的一个教程 就是因为很反光 所以那小九通过 哎 不直接打光的方法 然后来完成这一个拍摄包的一个工作 除了这个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接见拍书籍的那期教程 这期教程里面就是 怎么去避免这个反光的东西 所以呢 我希望这一朋友 当然也包括就是还没有看齐教程的朋友 先多去看教程 因为教程里包含的东西非常多 说不定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哦 好了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能关注小九的淘宝声音这点事 当然你有问题呢 一样可以发送到邮箱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